我不是死了吗 古代皇子 我成为了庆国五皇子 皇帝病重 万官未善篡改诏书 扶持二皇子庆祭坚果 抑制诏书把屈于皇子 全部发配边疆镇守国门 连太子也没能姓美于难 我被打得洁击败退 这种狗血的剧本 我都能遇上 还好这身体也没被掏空 还经常锻炼 看来这五皇子 也不是个废物 殿下 朝廷的增援到了 增援到了 来到的时候我只有一万兵力 可帝国每次出动 至少都是五万军队 导致我每次都站外 现在有了增援 看他们还怎么嚣张 来得正好 正好本殿下这头还疼着呢 现在增援到了 那我要把他的箱给打出来 他们给我派了多少增援 殿下还是 亲自去看看吧 周将军还要给我个惊喜 本殿下懒得出去了 周将军告诉我便是 他们 一共 派了一千人 周将军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殿下 真的只有一千人 而且 还全是女球 本殿下再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殿下 就算 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欺骗殿下您啊 那些女球 现在已经在外面了 你妈 老子打仗给我一批女球 我打个灯啊 妈 差点忘了 卫生就是要弄死我们这些 在外面的皇子 让二皇子上位 走 出去看看 都长得还挺好看的 放在现在 怎么说也是个小明星吧 压送女球的人呢 回比列强 正在与我们交接 这些女球 他们犯了什么罪 属下已经问过了 这些女球基本上 都是大庆官员的女眷 前段时间 二皇子坚国 处理了一批 不作为的官员 这些女球已受牵连 本该纵猛 叫访自导 怪不得 一个个都细瓶的肉呢 殿下 二皇子也太过分了 不给我们赠院就算了 还派些女球过来 我们要女球有什么用 我领兵打仗这么多年 就没有见过 如此荒唐的事情 而且 这些女球 还都进过监狱 身上都有伤 简直将我们 当成难民收集地了 有伤 没错 殿下 我这就上书朝廷 让他们重新给我们增援 等等 殿下 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 遣送回去 是肯定的 但是这些女球 身上都有伤 如果不及时治疗 恐怕没几个能活就回去 将他们 暂且安排到营中 退去医务 本殿下 要亲自给他们 验伤治疗 殿下不可 殿下乃九五之孙 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还是 不让其他人去办吧 这事就这么定了 本殿下 要亲力亲为 殿下仁义 竟然愿意放下身段 去查看囚犯的伤势 这样的人才是明君吧 我周回定要为陛下 赋汤蹈火 各位不要怕 我是大庆五皇子 今日 本殿下保证 你们不会受到 任何伤害 更不会把你们 送到前线赴死 等本殿下 给你们验完伤 便会安排你们离开 殿下可没有 要欺骗小女子吗 我们都是囚犯 即便被放了 也依旧是要被抓回去的 这女子虽然蓬头垢灭 但依旧挡不住容颜 以我月女无数的经验 此女子绝对是个美人 到时我会发一个赦免令 你们既然发配到这里 就是本王的人 他们股着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清晨 就替姐妹们 谢过殿下 先去验伤 殿下 我可以自己来 不行 你先在这儿换着 我是医师 殿下 我这里没有伤 怎么可能没有伤呢 你看 好家伙都肿成三十六 这一圈都污了 不用了 这必须要及时治疗才行 哎 这里做得住 哎 必须要堵住 好疼啊 殿下 哎呀 殿下对囚犯竟然如此用心 若是能成为大庆君主 一定是一代体恤百姓的明君 我一定要帮助殿下重返京度 殿下 您终于出来了 里面情况如何 里面的情况比本殿下想得要好 但是其中有几个说伤严重 我需要单独给他们更加深入地治疗一下 哎 殿下真是活佛转世 不见人间疾苦 别拍马屁了 想想怎么把这里守住 这 五皇子 五皇子 增援已经给你送过来了 这又让我送回去 是几个意思啊 殿下 他就是赵齐赵公公 卫慎的手下 这次就是他负责押送你求 赵齐 正是咱家 封卫总管的命令来给你送增援 你为何不收 大傻博依 这么准 老子还以为你是哪位镇国大将军 你 清雪 你贪上事了 你贪上大事了你 你见了本殿下不下跪行礼 敢在本殿下面前要我扬威 我看你才贪上事 我可是卫总管的人 你是说卫慎的燕狗的人 即使见了皇帝都不须行礼 下犯上 你们这是要谋逆我大庆的 皇室登山 你 你这是污蔑 张辉 此人以下犯上 给我拖出去 头砍了 我倒要看看卫慎的燕狗 到底要干嘛 你敢 殿下饶命 殿下 是奴才错了 这就给你磕头 求殿下 饶奴才一条狗命 以下犯上 藐视皇权 按照大庆律法 凌迟处死 投下去 殿下饶命啊殿下 殿下饶命啊 饶命啊殿下 殿下 杀了他 会不会备有心人 去抹黑啊 谁说受伤了 谁怎么参加 属下明白了 属下这就去办 对吧 里边还有一个 受伤比较严重的 女球需要我吃 恐怕需要花费 一些时间 罪女莫倾城 拜见殿下 莫姑娘 无须多礼 前面的女子 伤势都检查完了 本皇子看你伤势不轻 所以 本殿下准备 帮你单独检查一番 小女子 并未受伤 不说 这一路颠簸 怎么能没受伤呢 还剩我帮你检查一下 安全为大 那就 有劳殿下了 以我多年的经验 莫小姐的情况 有些特殊 需要深入地了解一下 方可知晓 那 需要怎么了解 你做什么 快放开我 殿下 当然是给姑娘宽衣 这样才能了解病情 对正下 不要话殿下 我不是那种人 别怕 姑娘别怕 就一下 我只是在给姑娘 检查身体 你无耻 你们皇室 不然都不是什么好人 这话说的 皇室中要有好东西 本殿下也不会被 发配到这里呢 你别再过来 你要再过来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 若您可死 也不可能被你得逞 你干信吗 你这是何意 刚才一进来 我就看你熟悉 现在终于想想 莫清城 丞相莫寻之女 也是大庆四大美人之一 如今沦为囚犯 发配到这里 看来 莫寻室倒台了 你既然认识我 那就应该知道 我跟太子有婚约在世 难道 你就不怕太子 向你问罪吗 你还幻想着 太子能重回朝堂 为你们莫家主持公道 我那皇兄 现在自身难保了 哪管得了你们莫家 你胡说 太子殿下 他一定会救我们莫家的 太子去的可是北方 大庆百年都没有解决匈奴 你觉得太子去了就能解决 即便能解决 需要多久 三年 十年 还是百年 等他搬吃回朝 你爹 早就在大牢里成为一堆白骨了 本殿下就不一样 我只要击退了西凉军 我就能回京 能最快救你莫家的 只有我 你可要想清楚 殿下若是真的肯回京 救我莫家 我秦成 什么都愿意 救你莫家 我他妈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作为大庆皇子 莫家被奸臣所害 本殿下 必然会为莫家主持公道 殿下 所言千诚万确 若是殿下骗小女子 我之后 一死了之 本殿下 说话算话 现在 本殿下可以检查伤势了 嗯 本殿下觉得你应该受到内伤 应该好好放放血 再仔细检查一下 嗯 殿下 出 出事了 周慧 你进门间先敲门不知道吗 比哥殿下 真的出事了 你最好有事 你要没事 我把你吊起来的 说 什么事 前方探子传来消息 希腊军队已经集结了十个防阵 随时 可得向我发起进攻 十个防阵 谢梁是疯了不成 十万人打我一万人 干嘛 你 先下去 是 你 赢不了 哪怕我以现在人的思维 还收毒尊子兵法 也找不出一丝取胜的方法 十万人 那是太大 殿下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封禁扯祸 封禁扯祸 殿下 这是什么战术 殿下说的 果然神奥 我宝都并书 都没有听说过 封禁扯祸这种战术 殿下果然才是冤博 就是撤 好战术 没想到 殿下竟然知道如此厉害 撤 没错 就是撤 殿下 这怎么能撤呢 这不是将大清的疆土 公社让人吗 大不了 跟他们拼了 愚蠢 我们有什么优势给他们拼 向西凉吐鞋 送上美人铅鱼 想要与西凉求和 本殿下知道之后 大发雷霆 怒斩 宦官召集 救下我大庆女子 奈何敌众我苦 又带着千人女眷 迫不得已撤退 妙在妙在 这果然是一条 绝号的妙计啊 不过殿下 臣又不解 为什么不直接说是二皇子所谓啊 这是为了让魏慎与二皇子产生间隙 臣懂了 殿下 那我们退到哪里啊 天水城 这里的乡土丢了就丢了 反正人家很知 给西凉永无伤大远 臣 这就去吧 来 等一下 记得把召集的人头给我送过去 还有消息传回京城的时候 我要让大庆所有的百姓都要知道 再加一句 五皇子说了 江山丢了 可以夺回来 但是大庆百姓的命 只有一条 绝不可以 以命 我江山 殿下放心 臣一定办妥 美人 都藏好了吗 本殿下 可要来抓了哟 殿下 我在这儿 快来抓我呀 挺会躲呀你们 殿下 先来抓我呀 别着急呀 美人 我一个一个抓 等我抓到 你们都要受到惩罚呦 来呀 殿下 美人 我抓到 殿下 是咱家 老师 你怎么来了 时间大 该去批改奏折 老师啊 这件事情你做不就行了 何必交给我 我看着就偷疼 对啊老师 我那几个兄弟怎么样了 殿下放心 他们永远也回不来 没准 这五皇子 这五皇子 已经战死沙场了 死了最后 最后全都死了 案子来报 西梁已经在集结大军 最多三天 就能收到五皇子的死讯 殿下 天水城 已经到了 都交代好了吗 殿下放心 士兵和女球 都已经交代好了 生了一队人 带着召集的人头 回京了 都是心腹 保证万无一事 我们先去 大军 马上就进去了 做得不错 要让守城的开门吧 直接进天水城 是 五皇子 五皇子管这什么 五皇子 人是天水城 敢给老子下雪 尽手检查 你就是所谓的五皇子啊 放肆 还挺大 装的还挺一样 你要排查什么 当然是要盘查 你们是不是西梁的奸细 降金城亏 要保证金 保证你们不是西梁的人 我第一次听说 进城还要给钱呢 今天老子知道 你长长天意 一人交两千 给钱就放行 不给抓走 正打你的狗也看清楚 这位 是当今五皇子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的 也得交钱 以下犯上 五皇子 你找死 我批 一辆马车 几个户位 就冒充皇子 不给钱 你们几个 都没想走 我现在就怀疑 你们几个是西梁奸细 现在被捕了 说话要讲究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们是西梁奸细 在这天水城 我说你们是西梁奸细 你们就必须是西梁奸细 好好好 让天水城的太守 给我滚出来 本皇子倒要看看 这天水城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 你怎么是哪个人 这梦啊 见我大哥 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吗 这当老子不知道 五皇子在边疆 有一番大局 你要是五皇子 我前大伙 把脑袋拧起来 给你当球 殿下 大军已到 队长 是 真的是黄秦 不可能 他能当真正是皇子 死这个狼 不行 我怎么能死 一定还有办法 别被他变了 他们肯定是西梁的奸细 被后面的大军追杀 想要进天水城避难 给我杀了 你 你们 活着 没听到我的话吗 好啊 还想行刺我 行刺皇室 该当何罪 杀五射 陆舟族 杀五射 陆舟族 五皇子饶命 是 是钱大伙 逼着我们跟他一起 设入账 将心收取路程费 不管我们的事 五皇子饶命 你 别杀我 我永远不是太神 还想五皇子 看在我大哥是太守的 面上饶命 杀了 别杀我 我大哥是天水城太守 你杀了我 即便你是皇子 也不会放过你的 刀下留人 天水城太守 拜见殿下 不知道臣的胞弟 如何得罪了殿下 你这弟弟 想要刺杀本殿下 这不是没杀成吗 殿下不如给我一个面子 唱了我胞弟 一个落魄的皇子 老皇帝 若是还能主持朝政 我还据你几回 现在监国可是二皇子 其他皇子已经失识 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现在的皇子 万如无根扶贫 你敢得罪我 没听到我大哥放话了 他们放开我 小 我死 不要 不要大皇 你一个太少 让本皇子给你面子 算什么东西 皇子 留过杀人 真当大庆律法 是吃素的吗 贤大虎将本皇子拦在城外 收取入城废 你告诉本皇子 这是大庆律法中的 哪一条命 本皇子亮出身份 贤大虎依然不依不饶 还威胁本皇子 不给钱就给我扣上 西凉奸细的品号 你 你在诬蔑 这么多人都看着 你当所有人眼瞎不着 还有贤大虎 肆意收刮大庆百姓钱策 本皇子现在认为 他就是西凉派来的奸细 动摇我大庆明星 从现在开始 凡事和钱大虎有关的 都要接受盘查 还有 你这探手退下了 现在开始 天水城由本皇子接管了 你放屁 我探手之位 乃是朝廷吩风 你即便是皇子 也没有权力罢免 田大友 你敢反抗 本皇子有理由怀疑 你也是西凉的奸细 那可就不是罢免这么简单 你 五皇还没死 你就忙着表忠心给谁看 西城 一定会给你报仇 天水城 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 全部被五皇子控制了 所有官员都被罢免了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他这么做的用意 他要打造自己的嫡系 有句话他说得很对 老皇帝还没死呢 现在二皇子掌管朝政 但一天没登基 终会有变数 他想争夺皇位 不是我看不起他 就凭他手上的一万人马 我想不出 他拿什么争夺皇位 这个不是我们要担心的 事情大听清楚了吗 军队我靠近不了 倒是从其他地方打探到 清军不战而逃 直接丢弃了十万将军 逃到了天水城 不过有一点不清楚 他还带了千鱼女子 想不清楚就不要想 就这一条就够了 把消息放出去 天水城也被他杀了大虎 不少鱼迷都在歌颂他 我要他成为天水城 万人唾弃的对象 人靠衣装马靠安 清城不愧是四大美人之一 看得我都激动了 多谢殿下夸奖 近日刚来天水城 有许多要事要处理 今天终于有时间 来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殿下可还记得 答应清城的事情 什么事 你果然是骗我的 我想起来 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父亲 放弃了大庆疆土 退败到了天水城 如今就如同丧家之权 请问你拿什么救 本皇子再怎么不堪 那也是个皇子 你现在除了相信我 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想办法 多谢殿下救命之 想怎么 你可要想清楚 你在我身边 就是我的女 如果走出这个门 就是冲击犯 被抓到送到教访司 只能沦为有钱人的环物 到时候本皇子 没准也会去教访司 照顾你的生意 你在威胁我 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 我对美女有耐心 但是不多 你若想走 本皇子不来 请是说得对 根本没有选择 唯有懂 你怎么回来了 还请殿下 为我查看伤势 等等 这一幕怎么这么熟悉呢 有种不好的预感 三 二 一 殿下 不好了 出事了 殿下 出事了 有老师在能出什么事 五皇子不战而逃 西方将土失手 全部落入西凉之手 五皇子 已经逃到天水城 什么 混账东西 我将如此重要的地方交给他 他居然拱手让人 还不战而逃 简直是丢进皇家里边 老师 该怎么办 这是要是让我父皇之 殿下不必惊慌 我已经派监察御史 去天水城捉拿五皇子 即便是陛下知道 也只会降罪于五皇子 和殿下 没有任何关系 如此是好 还是老师想得出道 主辉 是 你真是否人生中的毒瘤 你不知道基本要敲门啊 殿下 那楚下 重新出去敲一遍 滚 回来 殿下 外面有人传言 说殿下不战而退 逃至天水城 现在天水城的百姓 都在辱骂殿下 消息是谁传出去的 属下已经查了军队 并非是军中传出去的消息 不是军队 那就是有人要搞我 殿下可猜到是何人 现在消息估计 才传到京城不久 但天水城的百姓 却全职 在天水城有这么大能量 还能有谁 殿下是说 那些被罢免的官员 岂有此理 我现在就去将他们抓起来 殿下 经常来的御史 在门外叫嚣 瞎了你们的狗眼 我乃朝廷派来的监察御史 还不给本官让开 此乃五皇子请控 闲杂人的不得入内 五皇子善离职守 不战而逃 本官奉命拿人 而等执迷不误 全部格杀无论 等我的人试试 五皇子 终于肯出来了 咱本官走一趟吧 监察御史 正是本官 大胆 见殿下不行礼 无亏 你可知罪 一个逃跑的皇子儿 留下了皇家颜面 有什么资格 让本官行礼 殿下不敬 傻无设 邱将军 你杀我一个试试 本官有权力怀疑 是你叫错皇子逃离 到时候 你们邱家的一家老小 全都要死 五皇子 还需要本官给你 我劝你最好束手就紧 免得受皮肉之苦 好久没人 在本皇子面前 如此嚣张了 你敢打笨管 打你有罪 老子就算有罪 那你是宗人府来审判 还轮不到你一个 监察御史 太有事了 老子现在还是皇子 你打我一个试试 你看我讹不讹 你就完事了 来 打我 来啊 来 别怂啊 来 我怎么跟你说话 你听不见 让你打你就打 老子都不太反抗 大家都看见了 监察御史准备刑刺本皇子 你 你什么你 有种你要打呀 你他妈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看你就是卫生养的一条狗 还敢威胁我 我人不听话的狗 养的狗 也不听话 皇子 你别太过分 你能耐我何 我就喜欢看你想打我又不敢打我的样子 皇子 我奉旨前来抓你 你为何要为难我 抓我 好啊 来 抓啊 来啊 戏群废 拿着圣旨 都不敢抓人 大牢在哪 老子自己去 滚开 用不了多久 你们就得跪着求我出来 只是这代价 不知道你们负不负得起 不 是 清雪 今日之迟 本官一定会报复 妙神圣旨 等我上搜二皇子 一定会对你 严重不代言 谁 天水张太守 钱大友 特意来拜访玉尺大人 接 钱太守 有何事 还请玉尔帮忙 我要清雪 在大牢中 生不如死 你凭什么觉得 本玉尔会帮你 我愿意归顺 魏总管 以后定义 魏总管 马首是然 我以为 玉尔准备了 一些戏软 听闻玉尔大人 再听心听 这算是我 给侄子见面礼 天大人 都是安排得很周到 但清雪 那是皇室中心 不是你能动的 玉尔大人放心 我有一套刑法 行刑后 看不出一点伤势 清雪杀了我的胞弟 这仇我必须要 而且清雪 目中无人 竟如此遮入玉尸 难道玉尔大人 不想 剑我之手 除出气吗 我等着 看你如何 看你如何 帮北玉尔出气 定然不会 让玉尔大人 是吗 岂有此理 这清雪 简直无法无天 竟然敢杀我 派去押送 女囚的赵吉 殿下 这还有清雪的性格 心狗自华 他居然说 老师要去投敌 这种手段谁会写 殿下说得在理 你老奴看 这不过是五皇子 为了不战而逃 找的借口 所以 想把所有的罪责 推托给老 都是一些 不入流的手段 简直是丢尽皇家的脸 不 殿下 大事不好了 不知何人在京城 大肆散播谣言 说魏总管 投敌求和 现在 整个京城百姓 民怨四起 让殿下 处死魏总管 什么 听说五皇子的事了吗 咱们可能没听说 真是不知道 朝廷在干什么 为了与西凉求和 还将大清的一千女子 送给西凉 陛下重病 二皇子监国 真不知道二皇子 监的什么国 小声点 据说不是二皇子的过错 是他身边的太监 魏慎 私自出了主意 你真是荒唐 一个阉人 竟敢插手朝政 和庆国何时受过这种委屈 历代皇帝 哪一个不是铁骨铮铮 难道我们庆国 比西凉还弱吗 可不是吗 可惜了五皇子 以一万兵力 抵挡了西凉十万大军 听说 是五皇子得知召集 带着千余女子 去求和 一怒之下 直接带着一万将士 杀了过去 在敌人面前怒枕召集 将我大清一千女子 给解救了回来 西凉也因此震怒 直接几家大军 在敌军面前怒枕召集 而且还带着千余女子 五皇子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得已才撤退 据说当时将士 是准备死战的 而五皇子怒斥 说江山丢了 可以夺回来 但百姓的命 只有一条 绝不可以 以命换江山 好一句 绝不以命换江山 五皇子真的明军 最新消息 五皇子退居天水中 积极筹备 准备夺回大清疆土 但朝廷已叛逃罪 将五皇子挂押进大牢了 什么 昏军 简直是昏军 据说 命令是太监未慎下的 不可理喻 五皇子爱命如此 竟然被如此对待 我要去皇宫外 等朝廷给他说话 现在皇城外 已经守了很多人了 我们也去 走 老师 该怎么办 谁也没想到 五皇子会弄这么运势 现在整个京城 上至文武百官 下至零百姓 都知道几次的关 而且 身心不疑 老师 要不然 我现在就去召告天下 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 没用了 扶持一个如此愚智的皇子 也不是好事 原本想着送一千女求 去恶心庆祝 没想到反备他利用 不会有人相信 一千女求是增远 这回越描越黑 还真是小瞧了 这五皇子 帽 殿下 城门外聚集了大量百姓 还有不少官员 你们守卫是干什么吃的 废 不知道需赶吗 殿下 人太多了 什么 现在怎么办 要是父王得知此事 一定也会知道 我与卫神篡改圣旨之事 我就差一步就登记了 有什么办法 等等 他们想要处置的是卫神 若是交出卫神 就能平息此事 原来如此 既然利用百姓来挑拨离间 这才是庆寻真正的谋话 还真是好手的 殿下 当务之急 还是先放了五皇子 并且给他增援 让他立马去收复江土 这样 便能转移 云民的注意力 对对对 快 先放了五弟 朝我口语 是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过不了多久 我先应该出去了 你出不去了 今天 我要让你的大侯查理 清玄啊清玄 得罪了我 你以为你能好够 即便是皇子又如何 进了大牢 本官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深不如死 哪个不张眼的东西 赵大人 你怎么来了 五皇子呢 赵大人放心 五皇子拒捕小涛 不过最终还是被本官抓住的 现在夹在大牢之中 放肆 谁给你胆子敢抓五皇子 来棍子牢中 快快放人 五皇子有什么差距 你一个脑袋不够狠 清玄 没想到吧 你会露到我的手中 今天 我就要为大虎报仇 哼 你敢杀我 我今天就是杀不了你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你最好别做无谓的反抗 我的手下下手可没有轻重 有你这句话 本皇子就放心了 千万别对我太仁慈 只要弄不死我 就往私里弄 来来 快快快 来 怎么弄 本皇子全力配合你吗 来来来 我身上的伤势越准 筹码却越多 阴谋诡计在我面前 都没有任何用 今天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给我上 来来来 都给我住手 糟了 事情大挑了 放肆 你们干什么 谁派你们来的 律师都站在赵大人身后 看来是自己人 既然选择了战队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 天水城太守 前大友见过赵大人 赵大人放心 我一定不会留下证据 绝对会让庆寻生不如死 等死吧 放开皇子殿下 还为赵卓 拜见五皇子 赵卓救假来时 还请五皇子恕罪 你来的这么快 有戏还没演完呢 看来京城那边动作挺快 我还不够 我再给你们添满火 本皇子要死了 浑身都疼 你们还给我下药 我的手 我的手没有直觉了 我的脚 我的脚也不能动了 本皇子 没有到逃兵 还有什么刑法 都给我使出来 本皇子是不会屈服的 我要向父皇上诉 告诉你们所有人 你们尽敢对五皇子言行逼供 污蔑 纯粹是污蔑 我都还没有对他度手啊 痛死我了 也就是说 你确实想对五皇子使用私刑 不是我 是他 是他让我干的 五皇子让五魁受辱 五魁想让我报仇 找到我 我不得不从 你放屁 你密室你谁得找到我 钱大人一个小人 这两个废物 诚实不足败事有欲 五皇子现在明显的演戏 就是想弄死这点 看来只能放弃 监察御史无愧 天水昌太守 蓄意合谋 意图谋害五皇子 证据确凿 还请五皇子发怒 我可没有 赵大人你可不用冤枉我 我现在可是逃兵 可没有权力处置他们 殿下 这一切都是误会 有人故意污蔑殿下 才让殿下蒙冤入狱 臣受二皇子之名 来救殿下 有意思 那啥 说说吧 是谁让你们来害本皇子的 说好了 本皇子没准一高兴 就免你们不死 殿下 是无愧让我做的 还请殿下开恩 你放屁 殿下 可不要听他的 忽言忽语啊 那现在 还敢欺骗本皇子 殿下 我说的句句数实啊 真当本皇子不知道吗 这一切都是 卫生让你们来做的 说 是不是卫生 让你们来杀我的 完了 这庆旬是想要给魏宗馆 颇葬水的 不行 我必须阻止 殿下 此二人如此嘴硬 不如让臣带回去 严加审问 一定给殿下一个 满意的答复 本皇子问话 你有什么资格插嘴 回本去 否则把你也夹上 怎么办 这庆旬明显是想 借我二人之仇 将卫生拉下吧 我要电脱灰丝 不电脱也会死 怎么 我给你交代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殿下 我招我招 是卫生 让我们做的 你不会找到了我 叔 如果我们把这事做成了 一定会受到 魏宗的青睐啊 你 完了 很好 果然跟我猜测的一样 你们两个 本皇子保下了 毕竟是人证 不行 必须要将这消息 告诉贝曾管 我做后续的应对 现在当务之急 先让五皇子 离开大楼 化解宁愿 殿下 既然此时已经审出 幕后之人 可否 殿下离开大楼 大楼中阴事 容易患病 臣还是 后送殿下 离开吧 离开 谁说本皇子要离 殿下 误会已经解除 殿下为何 还要待在这里 想让我出去也可以 让魏宗那个烟狗 亲自跪下来求我 怎么还没有回消息 赵卓是干什么吃的 殿下 赵卓早已到了天水城 想必 已经将五皇子释放 解除我 信差 也很快回到京城了 这件事之后 我一定要好好惩戒一下这个五弟 竟然敢跟五弟作对 天水城消息极限 混账 你看你自己干了什么 卫生烟狗 你竟然敢派吴魁暗中在大牢对本皇子行刺 本皇子给你一天时间滚过来磕头谢罪 否则本皇子保证此事庆国人人皆知 过期不后 庆协 他这是在找死 老师 还是按照他说的做法 否则此事一旦闹大 不过不堪设想 一环扣一环 这庆协是什么时候有如此手段了 杨某啊 我说不去 此事一旦发笑 必死无疑啊 殿下放心 老奴会亲自去向五皇子道歉 一定会平息此事 殿下 你还是先跟臣出去吧 你以为本皇子傻呀 我要现在出去 朝廷就会大肆宣扬我已经放出去 卫生还会来 你应该祈求卫生能够准时了 他若来不了 不仅他会死 你们也会死 殿下 何必为难赵大人 老狗 本殿下还以为 你会一直归缩在皇宫不出来呢 殿下 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 说说条件吧 你先出去 下面的话 你还没有资格听 殿下真是好手的 短短数日 竟然布下了这么一大盘的棋 二皇子跟你比 倒是显得有点可笑 你不就想要个蠢吗 这样 你家好掌控啊 殿下说下 咱家何德何能 能够左右二皇子 殿下 还是说说条件吧 两个条件 第一 放了墨巷一家 想要救墨巡 他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墨巡一干人等全部失事 要来何用 不过即使放了墨巡 对他的帮助也是微乎其微 可以 第二 本皇子要五十万兵马 我要收复疆土 不可能 殿下 还是换个条件吧 开什么玩笑 还不如让二皇子交出监国职权 五十万兵马 别说钓不动 即使钓得动 也不能给 燕巡 本皇子不是在跟你商量 而是命 你这是在求着本殿下 搞清楚立场 知道这是什么吗 冠长红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来了大牢 你说我现在死在这里 你会怎么样 贪生怕死 执迷于权势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惜命 犹豫是吗 那我再给你来点猛热 不可 五十万兵马 清旭 你可别太过分呀 我还有更过分的 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 你什么你呀 你你你的 给不给 你不给的话 老就死在你面前 哎 白了 没想到千余明女球 会引出如此大的麻烦 以清旋现在的手段 一旦让他手中掌握了 如此多的兵权 恐怕二皇子地位不保 切算万算 本以为将太子 派出皇宫 其余皇子便不足为据 没想到清旋比太子威胁 还要大 五十万没有 五十万 没有 别说是咱家 就算是二皇子 也调动不了 如此多的兵 唯有陛下才是 最多 五万 五万 你让我拿五万 去跟西凉十万打 那我就只能请 魏公公亲自跟本皇子 去边疆作证 到时候本皇子 一定封你一个校尉 给本皇子 带头出封 十万 三十万 十五万 不能再多了 这是二皇子 监国后 能调动的所有兵马 如果殿下 还是不满意 那咱家 就只能陪你一起死 吧 成将 看样子是真拿得出来 那就劳烦 魏公公快些去安排 一旦安排好了 我会自行 离开牢房 十五万兵兵 少一个人都不行 放心 定然不会让殿下 等得太久 嗯 殿下 这烟狗 真的会妥协吗 他没有选择 这种人 最新命了 殿下 你刚才 可是要下次老陈了 怎么能用自己的性命 来做要求呢 万一殿下 有个三长两短 我该怎么向将士们交代啊 你说这玩意儿 殿下 慌什么呀 假的 白糖二爷 本殿下 岂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这庆雪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十五万的兵马 一旦让他掌控 这一局 是咱家输了 输了就要付出代价 不过想要掌控 十五万兵马 现在 他还没这个本事 魏总管 可还有其他准备 咱家马上就要回京 在这边 你盯着 我要知道庆寻的一举一动 他现在 已经能威胁到二皇子的地位了 现在不能杀他 可等他出来 那可不一定 是 殿下 汉子传来消息 十五万大军 已经开拔 正在来的路上 莫寻一家 也被释放 莫寻 你再往天水城而来 终于可以出去了 你立马亲自带队 去接管军队 属下领旨 莫寻也过了 莫清城 不从也得从 清城姑娘 考虑得如何 前公子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希望你不要再来纠缠小女子 清城姑娘可要考虑清楚 在这天水城中 可没有哪个女子能拒绝 我已经是五皇子的人了 你就不怕五皇子杀了你 五皇子清雪 在本公子面前 他算个屁 仗着自己皇子的身份 在天水城作威作福 现在不也尽了大 现在的他 凭什么跟本公子斗 我不妨再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指望不上那个废五皇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废五皇子杀了我叔叔 我父亲前两天 就已经带人去牢中 为我叔叔报仇去了 现在没有说了 我活折磨了两天 就算不死 估计也就剩一口气 你们敢对皇子下手 以前是不敢 但谁让他当逃兵呢 你现在还指望着 那个废物皇子来救你吗 你这是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会不知道 你若乖乖从了我 你还能当个大方 但你若真不值好歹 我也只能来应他 今天我就让他成为我的女人 你要是敢轻薄于我 你就不怕五皇子出来之后 找你算账吗 他若是敢逃出来 我就亲手把他再抓进去 本皇子倒要看看 你怎么送我进去 五皇子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吃了雄心豹子的 本皇子的女人你也敢动 不可能 你不是在大牢里吗 你竟敢越越 京城 这是哪来的傻逼 他是钱大有的儿子 钱有病 有病 惩操 怪不得 老子是傻逼 生个儿子也是傻逼 取个名字更傻逼 他没有对你做什么傻逼的事 听说刚刚在辱骂我 骂你又如何 你个废物皇子 小爷不仅要骂 还要睡你的女人 本公子没猜错的话 这两天被我父亲折磨得不轻吧 你敢越狱 等着我父亲来抓你吧 好好好 你这废物皇子竟然敢打我 等我父亲来了 我一定将你好看 这么想见你多情 那本皇子成全你 来人 把钱大有带过来 父亲 怎么可能 殿下 罪臣都按照您的吩咐做了 还请殿下高抬跪手 本来我是想放你 但是你这儿子不仅辱骂我 还要抢我的女人 你说皇子拿什么放 什么 你这个逆子啊 这不可能 还望殿下开恩啊 本皇子说话算话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你们自己选 谁活 当众有魔皇子 罪无可赦 本皇子给你们一个机会 要么两个一起死 要么只能活一个 这 逆子不懂事 递出了殿下 还把殿下开恩 逆子 还不给殿下磕得认错 殿下 是我该死 贵迷心情 还请殿下放了我 同样的话 本皇子不想说第二个 没事的 我天大友 最终闹了这个家场 怕了 你不做不不做 殿下 放过我的逆子吧 你 父亲 别怪我 他说了只能活一个 儿子还小 还不想死 刚才你说你也让我活下去 儿子以后 必然每年计满年 感谢父亲的救命之缘 你 这个 蜜子 殿下 我已经上了他 我可以活了吧 卧槽 还真是个大孝子 这钱大友估计死都不领目啊 本皇子说话算话 来人 把他二人拳给我拖下去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丢出去 陛下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过要留你一条命 但是没说怎么留 带走 静徐 你个王八蛋 说话不算话 打断两条腿 听说某人在想我 谁想你了 你怎么会出来 你不是应该在大牢里吗 外面有个让我日思夜想的美人 所以我就出来了 感动吗 你不会真越狱了吧 说什么呢 只是有人不想让本皇子 在牢里待着 所以请本皇子出来了 吹牛 你以为我不知道外面的人 都说你什么 我在牢里和卫生斗智斗语 好不容易将墨寻给弄出来 你却说我是越狱 你说什么 我父亲被放出来了 你说 怎么敢救我 你真的救了我父亲 他已经在往天水城走了 最多两天就能到 两天就会到 这种事他没必要骗我 毕竟两天后就能知道 难道是真的 这可是你先动的罪 过两天行不行 万一殿下是骗我呢 不行 这是在外面 至少 回去吗 殿下 我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赶紧说 我怕一会儿 你就没机会了 thì 有问题 亲调 大人 五皇子已经离开大牢 不仅如此 正会将军带人离开 根据吃货的探查 应该是去接管增援的军队去了 好 真是好时机啊 本以为还要等待时机 没想到机会自己出现了 把唤青瑶叫进来 是 小女子唤青瑶拜见赵卓大人 有一件事情 交给你去办 五皇子身边正是守卫空档之际 周慧没在他身边 我给你创造机会接近他 根据探子对五皇子的调查 此人喜好女色 离你的姿色 一定会引起他的注意 小女子该怎么做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将他引到一个指定的地盒 后面的事情便不需要你了 记住 你换家一家的命 都在魏尊官手中 小女子明白 突然间如此温顺 惩得我还有点不习惯 秦成已经是殿下的人了 秦成只希望 殿下以后可以对我不离不起 那本皇子 还需要再深入了解一下 殿下放了我吧 人家现在膝盖还疼着呢 这个简单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让你体验一次膝盖碰肩 殿下又在说笑 膝盖怎么能碰到肩呢 不试试 怎么知道 妈的 周辉都被我打发走了 这人还能被打扰 何事 殿下 门外有个自身默许的男子求见 是爹爹 还请殿下 带清城去见父亲 爹爹 清城 爹爹 醉尘默许 拜见五皇子 多谢殿下 救命之恩 起来吧 爹 谢殿下 清城 你先下去 殿下 请 默许恳请殿下出手 救大庆 脱离为难 这是何意啊 大庆不是好好的吗 有何可救 殿下 现在大庆 宦官当政 二皇子也只不过是那阉人 卫善手中的棋子 再这样下去 大庆 迟早会栽在卫善手中 为何你觉得本皇子 能够救大庆 我本来 应该在大朝中 已经做好登子的准备 昨日 却突然被释放 不仅我 连墨家的一众家眷 也全部被释放 多番大庆之下 才知道这是五皇子的手笔 于是我连也感到贴水城 途中听到了更多 包括太子在内的众多皇子 被卫善用各种理由 逼出京城 唯有殿下阻止多谋 以退为进 将卫善差点逼死 若说现在 还有谁 能够救大庆 唯有殿下 莫寻为光二十字 一步步走到丞相之后 为大庆忠诚 道是可为我所用 莫相含冤入狱 又风尘仆仆来到天水城 本皇子在酒楼 专门为莫相准备了好久 可怨同去 多谢殿下 没想到啊 我们都误会五皇子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沙的 胡乱编造消息 可不是吗 五皇子明明就是我们大庆的英雄 为了救下大庆女子 以万人的兵马 冲杀西郎十万大军 放屁 大军都保护大庆救回来的女子去了 是五皇子以一人之力震慑十万人 还七进七出才离开 对了 我这还有一个关于五皇子最新的消息 什么 快说说 参见赵大人 五皇子离开府邸 现在剩的酒楼 人已经分不好了 你将他带到植定的地点 是 殿下英勇之举 已经在大庆传开了 莫萱替千云女子与大庆谢过殿下 没什么 全靠同行衬托啊 殿下言语高深莫测 黑风 莫萱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正好这天水城太守等人 被我罢免了 要不暂时帮我管理天水城 一切听从殿下安排 留活的 殿下 什么事 一个小老鼠而已 正想怎么抓她 没想到自己跳出来 救公子救救小女子 本公子为什么要救她 可是这怎么和静斩的不一样了 不是说五王子好女色吗 小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得罪了我们 让你吃不了兜着死放肆 哎 你们要动手就赶紧动手 随意 别打扰本公子喝酒就了些 这 哎 这 该动手动手啊 怎么 这和交代的不一样 现在看你往哪儿跑 欠钱不还 那就用身体敌债 求公子救救小女子 若是公子能救小女子 小女子日后愿意留在公子身边 一直伺候公子 慢着 小子 没听到老子刚才的话 这女子长得不错 可以留在身边 这可是你要求的 这女子 本公子要 可是女子 小子 您可要想清楚 子女的丈夫在我个毒坊输了钱 早已经将她抵押给我 可不是你一句话想要就能要的 说吗 没想到还是为有钱的 算你走远远 被这位爷看着 我们走 小女子多谢公子相救 走吧 跟公子回府 公子等等 小女子还有些东西要去取 公子可否陪我一起去一趟 我怕那些人 一会儿还会来 女人就是麻烦 爹 公子 我看此女子有几分眼书 难道她是 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钱我都花出去 就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你带人去把老子的钱给追负了 老子的钱 可不是那么好骗 是 你放家 也是朝廷的官女 为何要助手为虐啊 你不说话也就算了 反正你也只是我买回来 是你说要好好服侍我的 可不是我逼你 维持个走肾之交就行 四大每人得其二 也算是一大壮举了 不过革命尚未成功 任重而道远了 其中一个已经嫁人了 难道有点高 人妻突然有种莫名的期待 接下来该去收拾老鼠了 来人 我走后将换青瑶带回府邸 庆寻死后 必然会引起注意 但是军队现在就驻扎在天水城 到时候必然会封城 莫寻在他身边 到时候一定会第一个怀疑是我 我需要 我需要得知庆寻死后的消息后 立马离开 不能走官道 但要走官道 一定会遇见带军队回来的周辉 周辉虽然不知道天水城的消息 但以他愣头青的性格 必然会抓我回去邀功 所以要避开官道 绕路回境 探子消息 换青瑶已经将庆寻 引入埋伏地 怎么现在还没传回庆寻的死讯 难道出什么意外 不可能 我的计划没人知道 不会出意外的 二十个杀手 庆寻必死 不以利 本皇子没死 赵大人是不是很失望 赵大人 看样子 惊讶 拜见殿下 殿下怎么有空 来我这里了 是失败了 这根本没有行动 你真是狗胆包天 竟然敢自杀本皇子 赵大人 你想怎么死 殿下 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呢 我赵大人 一行为大庆 怎么会做出道士逆行之举 一定有人 污蔑本官 赵大人 你派人一直盯着本皇子 你以为本皇子不知道 其实本皇子有一个殿想不通 魏慎怎么会派你这种没脑子的人来 监视本皇子 本皇子明明知道你是魏慎的人 会不派人盯着你 你在驿站见过的每一个人 包括焕青瑶 本皇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焕青瑶和你派去杀本皇子 现在都在本皇子手上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狡辩出什么说辞 魏慎子你竟然派人一直监视我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本官也无话可说 但我要奉劝魏皇子一句 魏总管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也以为赢了一次 就觉得自己能与魏总管抗衡 若魏皇子今日放了我 我愿在魏总管面前 替魏皇子每言几句 魏皇子再向魏总管磕头认错 没准能化干戈为玉博 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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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我错了 是不是魏慎人你来刺杀我的 说错一个字 死 是 魏慎啊魏慎 你怎么就不找记性 又派人来刺杀我 这次让我想想还能讹 要点什么 兵马呢暂时要不到 银两嘛没用 美人不缺 有了 外奸殿下 事情处理得如何了 赵卓已经被微臣 关入牢中 狱卒也全部换成了殿下的亲位 幻青瑶 有人看守 正在关笛中 不愧是做丞相的人啊 半天的时间 就将所有的事情 管理得紧紧有点 殿下谬散了 微臣斗胆畏一句 殿下如何处理幻青瑶 没事 这是本皇子花钱买来的姑娘 莫丞相也看到 殿下误会了 我与他的父亲也算是老相识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 幻家绝不可能帮助未慎 殿下克服将幻青瑶带来 询问一番 你好 把幻青瑶带过来 是 见了本皇子 为何不行礼啊 殿贼 你这话说的 晚上不是叫得挺欢的吗 你 幻青瑶 不得无礼 幻风一声钟亮 你为何要帮助未慎 你可这只是助手为虐 我帮助谁 与你们何干 看来还需要调教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 否则今晚可不会那么轻松 刺杀本皇子那是跟皇室作异 你们一家都会收钱 你也不想本皇子 去找你一家老小的麻烦吧 我们一家被扣上罪名 集体打入大牢 赵卓告诉我 只要我能帮他把你引过去 他就会让卫善放了我们全家 那卫善对我恨之入骨 恨不得马上就把我给解决掉 幻青 你被赵卓骗了 你的父亲换疯了 已经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在骗我 我想知道此事 回殿下 幻风原本是朝廷监察御史 郑二品 和老臣一样被捕入狱 幻风在狱中反抗激烈 最终被逐死 不可能 你们在骗我 我不信 卫善想要我等 投入他的回想 幻风反抗激烈 差点伤了卫善 赵卓为表忠心 处死了幻风 卫善这次让他 接替你父亲的位置 幻青瑶 你被赵卓骗了 我被骗了 女孩怎么不 我还有点事 莫香 你让人把他送回房间 这女人哭起来 我也没有办法 莫青成多好 到现在都没有 在我面前哭 不对 就昨晚哭着说不行 欢青瑶 我和你的父亲 也算是顾角 他一生光明磊落 没想到会落到 如此的下场 你想为他报仇吗 现在唯一能帮你报仇的 只有五皇子了 赵卓已被五皇子控制 但是罪魁祸首是魏慎 到目前为止 唯一能够让魏慎吃大亏的 只有五皇子了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至于怎么做 你自己想 我竟然忘了自己有女人了 一个人跑回来睡觉 我真该死啊 白天可是说过 晚上回去他那 怎么能让美人一直等呢 你 你 京城 爹爹进来了 爹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你倒不中流啊 爹爹来看女儿 就不行了吗 爹 你说什么呢 爹再怎么说 你曾经是丞相 我们墨家是如何获救的 你真当爹傻不成 我们墨家 跟五皇子 根本没有交集 五皇子为何 会无缘无缚地救墨家 爹是在怪女儿不检点吗 作为一个父亲 我当然希望 你能有一个好归宿 五皇子是化信了点 不过谁还没个三妻四妾 爹今天是来告诉你 五皇子身边 绝对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唤亲遥那女子 不比你差 别为她好来居上 爹 你在说什么呢 我们墨家 已经跟五皇子 绑在一起了 从目前大庆的情况分析 唯有五皇子 能与卫甚抗衡 一旦五皇子获胜 必定会是大庆的新皇 爹爹 希望你能够成为 母依天下的皇后 爹 你也说了 五皇子身边 肯定不止我一个女 你知道当年 你娘是怎么应对 力压其他几方的呢 导致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的吗 啊 扎干他 爹 殿下待会儿会过来啊 记住爹说的话 扎干他 扎干他 啊 真是个疯人 没想到主动起来这么疯 也不知道墨寻跟他说了什么 我走 忘了还要去墨江城那里了 还好本皇子比较节制 没有叫孤存情婉 伟人 为何还没睡啊 难道是在等我 为什么不说话啊 是不是嫌本皇子来得有点晚啊 殿下日理万机 她是忙着帮新欢宽衣解代吧 我一个无名无分的女子 岂敢抱怨殿下 哦 没看出来还是个茶医大师啊 胡说 我真的去龙潭虎穴走了一遭 出来之后立马来见了京城娘子 龙潭虎穴 万亲妖也是大亲四大美女之一 怎么在殿下口中 变成了龙潭虎穴了 当真是龙潭虎穴啊 龙潭水多 虎穴吸人 十分凶险 取身一物 方可脱陷离开 龙潭 登徒子 鹰贼 你身为皇子 怎么能说出如此无言会语之词 那你教教本皇子 你那怎么行我 我 我不知道 那就只能夹道相迎 亲自体验一番 天水城那边可有消息 回禀宗管公公 赵卓大人并没有传回来什么消息 看来赵卓是没有找到什么机会 也罢 庆寻此人极难对 谨慎一些 也是应该的 其他皇子都不是总管公公的对手 一个庆寻 也只是侥幸而已 相信赵卓大人肯定会带回来好消息 总管公公 天水城来得信 哦 这赵卓动作还挺快的 卫生言狗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 你说你这条老狗怎么就不忍气 前有无魁 后有派赵卓来刺杀本皇子 现在赵卓和那些杀手都在我手上 十五万套精锐兵器开枪 否则 短皇子必然带着赵卓与杀手 从天水城一路游街到京城 恭喜总管公公 除掉大敌 信心 老子的妖啊 昨晚这女人 是吃了药了吗 不醉啊 什么药消这么生吗 竟然早上都还没消散 真是要了老命 还真是变成龙堂虎穴了 殿下 周将军回来了 周将军效力挺快啊 殿下 前方军营传来消息 带领十五万大军过来的几位将军 刚才为周将军爆发了冲筒 找死 去军营 是 三位将军 这是什么意思 主辉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万人兵马的将军 也配吊钱我们 我们三人 每人手上都有五万大军 可不是你这种小匠里能够比的 没错 以为跟在皇子身边 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 接不仨不妙罩着 是什么德行 从现在开始 军营由我们三位将军来统领 你们难道想违抗五皇子的军令 我们是奉了朝廷之命 来帮助五皇子击退西粮 夺回领土的 可不是来听五皇子调解的 朝廷的命令 是让你们 协助五皇子作战 本将 现在 就是殿下身边最高的将领 按规矩 你们都要听从我的调遣 放肆 没有规矩的东西 按来 我们需要替五皇子 教训一下你 两位觉得呢 魏大人交代过 一定不能让五皇子好声 正好拿周辉 给五皇子一个下马杯 同意 关不他 提起不下 确实该替五皇子教训一下 你们想要造反 一个小小将 见到三位左将军 难道不应该行礼吗 给本将军跪下 跪下 否则 正则五十 本将 是五皇子身边的亲位 代表着五皇子迎面 你们 敢让本将跪 五皇子又如何 他来了 你也一样要跪 那本皇子都要看看 你们让他怎么跪 陛下 你就是五皇子 正好 五皇子既然来了 就让你的手下懂点规矩 见了我们三位左将军 竟然不请礼 我们正要帮五皇子拖下去 教育一番 放肆 你是什么身份 敢对五皇子什么说话 无妨 三位将军说得对 你虽然是本皇子的亲位军 但军衔比三位将军低 规矩不能换 作为本皇子的亲位 就忘了规矩 最佳一等 上 一百军官 殿下 三位将军 对本皇子的惩罚 他满意啊 没想到这五皇子 原来是个怂蛋 直接被我们的气势给吓了 简直不足为惧 皇子以身作则 就按五皇子说的进行筹罚 那么好 既然周辉的筹罚 已经定下了 那么就来说说 对您的成功 五皇子 这是什么意思 你 你 见了本皇子 不请跪拜 以下犯上 该当何罪啊 我们三个可是左将军 前来助你与西凉大战的 老子跟你们讲规矩 你们要跟本皇子耍流氓 刘辉 对皇室以下犯上 该当何罪 回殿下 罢免职位 押入大牢 发配边疆网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三个不再是大庆的将军 按照 立法 也不用关入大牢 直接发配边疆就行 我们是大庆的左将军 你敢不分擎红皂白 如此对我们 你们要跟我讲尊卑 我的手下虽然不懂事 但也按照你们的意思罢了 现在该你们了 这可是你们提的要求 也没有看到周辉受到惩罚 这事就当算了 陛下 补下 领罚去了 现在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皇子 得饶人处且饶人 而且我们还是大庆的将军 见我这皇子都不行跪拜礼 要是见了父皇 是不是要指着鼻子骂呀 五皇子 你这是胡搅蛮缠 老子就胡搅蛮缠了 怎么了 你能奈我何 老子就在这儿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五皇子 我们可是卫慎的人 你可要想清楚 好的 你们身为大庆的将士 吃着我大庆的军粮 敢与那烟狗勾结 你们是要造反吗 就凭这一点 我就能砍了你们的狗头 殿下 他也是一只胡同 胡言让语 耽误不得真 我正找不到杀你们的 你们就迫不及待地跳出 你觉得 我还能裹 来人 把他们头砍下来给我 殿下 让所有人知道 背叛大庆的后果 蠢货 欠过送死的 没见过迫不及待送死 报 殿下 城外发现 新郎区活动轨迹 消息准确吗 确定 我们的赤猴 一直在周围探查 在天正城附近 出现了数十人集结成的西梁小分队 不过 暂时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难道 他们想攻打天水城 就算借给西梁十个胆子 他都不敢打天水城 西梁本就比大庆弱 现在敢猖狂 不过是因为知道 黄泉势力出于动荡气 所以才敢捋犯边境 一旦他敢攻打天水城 必然引起我军大怒 没准 得不偿失 那 他们想干嘛 天下嚷嚷皆为例 无外乎 就是一个例子 难道 西大小趁急敲诈 他如果去敲诈其他城 本皇子懒得例 但他敢来天水城 我就让他 来无回 周回听令 大军已经到了 也该夺回领土 令 将十五万兵马 全部打散重组 你率领一万兵马 全部打散合并入大军中 所有将士军阶提升一级 分入大军之中 统率十五万军马 派十支千人不对 先灭外面的西凉军 派五千将士 运送粮草 绕路去前线 派五千将士 去接收 朝廷送来的兵将 其余兵马 天水城 等待军令 臣 领命 现在老子兵抢马壮 要杀又杀 十五万打十万 优势再活 更关键的是 西凉并不知道 我手上有十五万人 战场瞬息万变 一条错误的信息 足以致命 这场战斗 从一开始 就有了结果 完事后 也该回京了 将军 天水城 真的会妥协吗 当然会 这五皇子 就是个蠢蛋 哪次不是被我军 打得节节败退 前不久 还直接不战而逃 将大清疆土 攻守让给我 简直 就是个废物 这样的废物皇子 十分西密 只要我们摆出 要攻打天水城的架势 他一定会妥协 万一他退出 天水城怎么办 那就抢了 天水城的全部财物 然后就走 属下担心着 皇子狗急跳墙 直接派出 他一万人的兵马 将我军的小队吃掉 你多虑了 我们身后 可是有十万兵马 他不敢这么做 害怕我们 全部吃掉他 将军 不愧是将军 竟然连庆旬的想法 都算出来了 报将军 不好出师了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 能出什么事 将军 我们派出去的小队 被全灭了 你可知道 黄暴军令 是要被处死的 将军 亲政万劝 天水城派出了 十至千人小队 直接将我们在 天水城周围的小队 全部给杀了 我刚担心 对方派出一万人 还真来 一万人 清水他是疯了吗 他就不害本将军 全见他的亲位吗 将军 下令吧 清水的清军都出城了 现在正式 歼灭他们的好机会 不行 大部队离天水城太远了 当我们的人赶到 他们早就缩回天水城了 清全竟然敢杀我的人 本将军 一定要他付出代价 本将军 想到一个更好的计划 这已经是我们 歼灭的 第十三支西兰小队了 前前后后 歼灭了近千人 刚才事后来报 又在前面 发现一支西兰小队 他们这样做 无疑 等于送死 别高兴的太祖 你不觉得 有些不对劲吗 殿下难道是发现了什么吗 如果你是西梁 就被杀了千人 你会怎么做 我一定会 勃然大怒 大军压境 连你都能想到的事情 你以为张秋想不到吗 殿下 张秋应该发现 自己派过来的人 已经失踪 然后才后续 派人过来打探 所以他还不知道 这边的具体情况 张秋要是跟你一样愚蠢 西梁 十万大军早就败了 你自己看清楚 没过千里 就能发现一支西梁小队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而且我们的万人军队 正在不停地远离我 这些小队 就是鱼儿 是张秋故意给我们吃的 难道 他是想让这支军队 孤立无援 然后全歼 还不算蠢 若我没猜错的话 后面有十万大军 正在严阵以待 殿下 我马上通知池侯 传令让他们回来 为什么要让他们回来 张秋用千人当幼儿 我怎么能让他扫兴 他敢拿千人当耳 那本皇子 就敢用万人打窝 本想着这场仗 至少得打半个月 梁草兵甲都备好了 结果用不上了 传令 让一万人 放缓赤尔的速度 其余兵马 全部开拨 其中十万人 连夜行军 给我绕到西梁军后方去 截断西梁军的退路 与仙头部队 保持百里的距离 一旦开战 两面夹击 末将领命 将军 好消息 是敌军 进入包围圈了吗 没错 将军 敌军一万人 全部进入包围圈 正在与我军交战 最多一个小时 我军就能将他们 全部歼命 意料之中而已 将军 属下有些愚钝 将军为何如此笃敌 敌人会进入包围圈 因为本将军了解庆寻 这段时间 我们与庆寻交手数次 每次都是他败北 突然出现一次 小胜的机会 换作常人 肯定不会放弃 必然会 一追到底 将军就是将军 真是一代军神 这场景为何 似曾相识 不会又有不好的 这些发生了吧 难道出现了病故 我不肯啊 报告将军 前方出现大清军队 目色有四万人 四万人 还真出现 这四万人 从何而来 天水城方向 难怪庆寻敢追过来 原来是还有后手 不过这四万人 还少了点 传练下去 全吃掉 是 还好只有四万人 不作为军 我不信得庆寻还有人 报告将军 不好了 我军后方出现 庆寻大军 目色十万人 你说什么 庆寻大军 出现在我们的后方 向我们的军队 打了个措手不及 现在反而我们被夹击了 庆寻大军 十万 前方五万 怎么可能 庆寻他只有一万人 怎么可能有十五万大军 将军 现在不是纠结 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现在该怎么办啊 败了 败得一败涂地 下令所有将士 向后方突围 死可以一条缺口 撤退 是 快些殿下 何事 殿下 前选军情 西梁大军在殿下的部署下大败 西梁军阵亡过半 西梁统帅张秋 带着残兵 一路向西逃而去 周将军正带人追杀 干得不错 我们损失了多少人 伤亡不到万人 还是急了 应该等着兵甲到了之后才动手 这样还能伤亡减万 给周回传令 不需要穷追猛等 收回丢失的疆土就行 遵命 但凡没有后院失火 就冲你西梁赶在老子的地盘撒野 我必定要去西梁蹦个堤 卫慎始终是个麻烦 前线战事已了 也该回京彻底解决这个麻烦 清姚妹妹这几日 在府中可住的习惯 清城姐姐都能住习惯 我又有什么住不习惯的 但是清城姐姐身为名相之女 身在殿下府中 难道就不怕被传闲话吗 好一个哑间嘴里 听闻清姚妹妹跟着殿下 是为了让地下替你报仇 不知清姚妹妹报仇以后 要去哪里 清姚无家可归 殿下将我买回来 给了我一个家 并且还帮我报了仇 这等大恩 清姚无以为报 只能一身相许 一辈子陪伴殿下左右 殿下身边有我陪伴即可 清姚妹妹若是愿意 我可以求殿下放你离开 毕竟殿下每天晚上 都会满足我的要求 是吗 原来姐姐每天晚上 还要向殿下提要求 不像我 到了晚上 只会心疼殿下 你 哼 两位美人竟然有如此雅兴 殿下 两位美人 其日不见 可让本皇子想念得起 殿下得胜归来 不如今晚 就让清姚照顾你吧 殿下 今晚就让清姚来伺候殿下吧 你 这 什么情况 我怎么 好像看见两个人眼中 带有闪电 尼玛 这就是传说中的修罗场啊 两女竟然在争宠吗 殿下 你来选 我应该在车里 不应该在车里 小孩子才做选择 本皇子俩都要 今晚 我们大备同眠 对不起 银贼 这可由不得你 既然是你们提出来的 本皇子 绝不偏心 保证 雨露均沾 本皇子还有事 先处理了 殿下 你找我 事情都办好了吗 回殿下 将筒全部收回 西藏区已经被打回西凉 有十万兵马 镇守边疆 剩下的五万 驻守天水城 还有 找一个信都过得副将过来 把这封信送到北方 殿下放心 一定办妥 殿下 莫相这段时间管理天水城管理得不错 可想过 重回庙堂 殿下是准备回京了吗 是时候该回去了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不解决卫肾 有不明 准备一下 明日回京 是 京城太过凶险 良女肯定不能带 我这老妖 还能不能挺得住啊 京城 怎么就你一人 换青瑶呢 我和青瑶妹妹商量好了 今晚就由京城 单独服侍殿下 那怎么行 独乐乐不是重乐乐 快去把换青瑶叫过来 殿下 三个人 怎么行 那怎么不行 三个人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的 快去 要不然 我可生气了啊 唉 不当一回古人 古人的快乐 你永远也想象不到 怪不得那么多穿越小说 你们的快乐 我懂了 之前教你们的动作 应该都记住了吧 今日再教你们一套 三人组合剂 看吧 殿下 如何游荣 殿下 今日就要进京吗 怎么 舍不得我 巴不得你走呢 省得折腾我们 这次进京 汗流涌动 你们就待在天水城 在这里绝对安全 殿下 都准备好了 可以起程 好 祝殿下凯旋 西凉军可真是废物 竟然被庆寻打成这样 一日战败 两日受回僵徒 咱家也没有想到 这庆寻 统帅能力竟如此之强 才短短三天 便结束了一场 两国大战 简直事无前例 闻所未闻 老师 现在可不是 表扬他的时候 他要回京了 殿下不用担心 他在京城路 待不久 我们能赶走他一次 就能赶走他第二次 老师此言在理 虽然表面上 天水城 还是朝廷双散 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这天水城 庆寻 已经占为己有了 如今这天水城 是故若金汤 他要是在天水城 我们还真就没有任何办法 可他如果是回了京师 可就没人能帮他 在京城 可是殿下说的死爱 大胆 哪儿来的再见 赶拦五皇子的马车 咱家奉卫总管 前来迎接五皇子 恭喜五皇子得胜归来 宫里来的 正是 归一下再说一次 拜见殿下 恭喜殿下凯旋 二皇子请五皇子进宫 真贵 你们卫生一派的逼格呢 二皇子叫我进宫 你去告诉我 我休整一番便会进宫 恐怕这是由不得殿下 殿下估计也没时间 住在京城了 这府邸 不收拾也罢 敢对五皇子不敬 找死 你再说一遍 五皇子恕罪 这是二皇子的原话 奴才只是帮二皇子转述 我这刚到京城 连茶水都不让我这个皇帝 喝一口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想要干嘛 走 去皇宫 我这皇帝 居然还想要在京城休息 还真把京城当成自己家了 殿下 刚刚传来消息 五皇子已经进宫了 五皇子到 这皇帝住的地方 真奢侈啊 五弟啊 可算把你给判回来了啊 你这一路周扯劳顿 辛苦了 皇兄 别来无恙啊 放肆 五皇子 为何不行礼啊 行礼 他是我皇兄 并非太子 也不是父皇 其余皇子一视同仁 我行你妈的了 倒是你 我亲家养的狗 看见主人 为何不行礼啊 你 你什么你 你这条狗 难道还要侍主 五弟 他是我老师 他是你老师又如何 按照大清律法 只有太子师无需向皇子行礼 你是太子吗 当了监国 连自己老几都忘了 太子还没死呢 好好好 好一个太子没死 五弟 你就是这么跟皇兄讲话的 是吗 啊 殿下息怒 刚刚是奴才施礼了 为甚拜见五皇子殿下 免了 刚才多有冒犯 免了 还望 五皇子殿下 恕罪 皇兄找我来 有何事啊 找你来是告诉你一个消息 三弟和四弟 在边疆战死了 你竟然杀手足兄弟 我订阅了 你可不要张恐乱使 我身处这皇宫之中 如何杀他们 他们可是我的亲弟弟 我怎么会杀他们 是不是 你们最清楚 本以为庆祭只对我动了 没想到这两人如此胆大包天 竟然对所有在外的皇子下杀手 不知道太子怎么样 五皇子 你可冤枉二皇子 二皇子监国以来 兢兢业业 爱民如子 怎么会对手足之亲出手 三皇子与四皇子 是死在了西北动乱 二皇子听完之后 是雷霆震怒 这才迫不得已 找五皇子进宫 商量对策 找我商量什么对策 监国又不是我 太子在北方 父皇如今又病重 唯有等五弟凯旋归来 咱是我俩兄弟 来商量对策 这两人到底在打什么算 你想如何 简单 五弟军事才能过人 短短几天便击败西梁军 用兵如神 若是五弟能够前往西北 我想西北的战力 很快就能辨定 原来是打了这个主 想要一杆子 将我支到西北去 五弟 如今父皇病重 无法参与朝政 现在就只剩我俩兄弟 我呢 需要管理朝政 只能由五弟 亲自出马 可以 好 我就知道五弟 最优国用 但是 我有个要求 皇帝你尽管提 别说一个 一百个 皇兄的答应 这 可是皇兄你说的 竟然 皇兄想让我去 平定西北战乱 总要给点兵嘛 皇帝不多要 五十万 五十万 皇帝 这是在跟皇兄 开玩笑 皇兄说笑了 没有兵马 我怎么平定战乱 五皇子 你手上 不是含有 十五万兵马 这些人 足够 本皇子和皇兄 商量国家大事 你一个下人 也敢插嘴 奴才不得干政 你想死吗 皇兄 你的人不懂规矩 我帮你教训 不用感谢我 是皇兄管教无方 多谢皇帝帮忙教 看见没 打了他的人 他还得感谢咱们 举手之劳 下回他要这样 皇兄可以告诉 我保证抽得 他连他妈都不认识 皇帝 还是来说说 平定西北的事 皇帝 你手上有十五万兵马 为何还要兵马 这十五万兵马 需要驻守边疆 免得西梁来犯 如果要去西 必然会被西梁发现 一旦我调走 西梁再次来犯 如何敌等 老师现在不能开口 给借你 我该如何 这庆寻为何如此难缠 怪不得庆寻大义得 如此爽快 必然知道 这兵给不了 殿下 大事不好了 皇帝他可选了 参见二皇子殿下 五皇子殿下 安见二皇子 果然不愧是 大庆四大美人之一 就这项目 简直与墨青城 两人平分秋色 关键还是人妻 太爷 我父皇 现在病情如何 为何会可险 二皇子无需担忧 陛下吐出的是 沉寂已久的死血 刚才 臣为皇上好迈 迈向比平时平冷 这是康复的征兆 我想开几幅药 陛下 你一定会好起来 快 赶快去 你他妈在逗 眼不瞎都能看出来 皇上命不久矣 你告诉我 说好起来 看来这朝廷的水 比我想象的还要深 陛下要休息了 两位皇子就先回去吧 我们为什么要出去 五皇子 自皇上生病后 一直由兰妃照顾 没有皇上的命 任何人不得靠近 这一次 也是情况特殊 有意思 皇帝 西北之事你 我的条件不会变 你如果愿意把兵马给我 我自然会去西北 这女人不是应该 在照顾皇上吗 怎么慌慌张张的 兰心 拜见义父 陛下的身体 还需要多久 回义父的话 兰心最近每日 都在皇帝药中 加些许毒药 按照剂量来看的话 大概要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 太久了 咱家等不了 加大药量 咱家要在半个月内 看到皇帝驾崩 义父 为何如此着急 五皇子回来 如今的五皇子 极其难对 一旦拖得太久 恐怕 因他而再生事 义父 一旦加大药量 被其他太医 发现了怎么办 这个你不用担心 咱家自会搭理好 兰心知道了 义父放心 当初本想要让你和太子在一起 可太子根本瞧不上 没办法 只能将你送到皇帝身 现在看来 还是有用的 兰心 你跟咱家多久了 为义父的话 兰心十岁被义父收养 已经十年了 十年了 过得真快 咱家知道 你不喜欢待在这皇宫之中 你放心 等老皇一死 二皇子登基 大家自会让你离去 到时候 你就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 不许义父 不许义父 去吧 是 皇帝一年多前还生无头 突然换了风寒 然后变成了大病 原来都是你们搞的 兰飞真是辛苦啊 照顾父皇这么久才会 要不要坐下休息休息啊 五皇子 你怎么在我寝宫 本皇子刚从边疆回来 想要探知一下父亲的病情 但是守卫根本不让我亲 得知 只有兰飞才能进入父皇的寝宫 这不是特意来询问吗 陛下的病情已经稳定了 五皇子不用担心 没什么事的话 五皇子就请回吧 免得落人口是 哦 是吗 是稳定必死无疑吗 你 你身为大亲的五皇子 竟敢如此诅咒陛下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你什么目的 安得一颗贪来心 你想要干嘛 至于目的 当然是等皇帝死后 本皇子就能将你掳走 本皇子最大的目标就是 集其大姓四美 你 我是陛下的妃子 你大逆不道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不然 我就叫人了 大逆不道 想要毒死皇帝的人是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毒陛下 不是你下的毒 那你下午的时候 与卫生在宫里谈什么 本皇子可都听得一清暗楚 你放开本宫 我在陛下的寝宫 一直照顾陛下 从未出去半步 大庆的四大美人之一 一年前被卫生安排入宫 成为了兰妃 皇帝只是小病 在你的精心照顾下 半年的时间就病入膏肓 不得已立下诏书 我若没猜错 皇帝本来是让太子监果 但是诏书被卫生篡改 监果的成了二皇子 我原本并未往你身上想 谁让你被我撞见 我 我没有 这是乌密 我从寝宫外就一直跟着你 你以为本皇子瞎吗 五皇子 你一定是看错了 那不是本宫 是吗 身为一个妃子 寝宫里既然没有一个事 我若没猜错了 你给皇帝下毒的毒药 应该就在寝宫中 你若不承认 我便叫人来搜 到时候动机闹大了 兰妃要如何应对啊 你 你现在就可以叫人 到时候 我以你谋害皇帝的罪名搜索 本皇子看谁敢握我 你想要怎样 现在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要么你从容我 要么 你现在叫人 五皇子 你放开我 我求求你放开我 你最好小点声 叫大声了把人招来 可不怪我 你可明白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再这样 我就跟你偏了 兰妃可要想清楚 我已经占了这么多便宜 若现在停下 我脑子一抽 叫人来搜查房间 兰妃可愿意承担这后果 你无耻 谁让你的把柄落在我手上 想要本皇子守口如瓶 怎么能不给封口废呢 孰情孰众 兰妃心里应该清楚 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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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兰妃 是我 二皇子亲近 二皇子 有事吗 兰妃 这几天照顾父皇辛苦了 我特意让御膳房 给兰妃做了点糕点 我给兰妃送过来 兰妃 可否给我开一下门 不 不用了 你拿走吧 这是 这声音怎么不对 好像有喘息着 还有什么东西的要晃上 怎么突然叫来声 声音又没了 兰妃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要不要我叫太医给你来看看 兰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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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为什么会在他房间里 你们刚才干了什么 父皇病重 父皇病重 我作为人子 想要为父亲尽孝 奈何父皇下了事 没有特殊情况外 除了兰妃 谁都进不了寂宫 我这段时间 在外面认识了不少奇能异事 比如说 像玄壶济世的老医 所以特来找兰妃娘娘 询问一下 父皇的病情 皇帝 有心了 兰妃说 谁也瞧不走 黄兄 你来干吗 我给兰妃来送些糕点过来 既然如此 那皇帝就替兰妃收下来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兰妃 黄兄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快回去吧 免得被人说闲话 你想要的都已经拿到了 你答应过我的 不会说出去 那就得看看兰妃的诚意了 你出尔反尔 兰妃不会觉得一次就够了 哪有那么好的事 再说刚才被轻机打断了 我这最多算半次 夜还很长 可以慢慢来 五皇子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你既然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我就大发思维地告诉你 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想方设法 让我去见到父皇 第二 这件事不得让魏慎知道 不行 义父知道了 我必死无疑 你以为你做的一切 魏慎就会放过你 不会的 义父跟我说过 只要皇帝死了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就可以离开 天真 魏慎为了让庆济当皇帝 连我们这些皇子都很暗算 你一个他手上的妻子算得了什么 你真以为你自己能全身而退 毕竟只有死人才能守住命 不会的 义父不会这样对付我的 他连皇子都敢杀 你觉得你比皇子还重要吗 现在只有我帮你 不 你也是骗人的 你想要利用我 来接近皇上 安装给他治疗 治疗 你想多了 现在皇帝已经病入膏肓 要事难救 我为什么要救他 那你接近皇帝 到底有何意图 为了让魏慎死 现在魏慎在朝中势力太大 唯有出其不意 才能把他弄死 只要魏慎一死 他的势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挂起 本皇子向你保证 绝对保你性 不会有人知道 你给皇帝下毒 可说无凭 我要怎么才能相信 你有选择的余地吗 不帮我 只有死路一条 帮我 还有一线生机 好 我帮你 既然谈妥了 那我们继续 未完成的那些事吧 殿下 您总算回来了 您这一去就是一天 可集会我们了 差点就要去皇帝要人了 我身为大庆的五皇子 和皇宫能出什么事情 殿下 二皇子召您进宫 有何事啊 三皇子和四皇子 在西北战死 什么 殿下 这消息太震惊 两位皇子战死 这可不是小事啊 不过 他们为什么告诉殿下 难道是 莫相猜得没错 看来他们 很害怕殿下 你可也不想让你在京城待呀 他们现在还赶不走 除了这个消息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皇帝 会在半个月之后讲 殿下 这玩笑 可一点都不好笑啊 你觉得我会拿这件事 开玩笑吗 殿下 连陛下死 激动地说出来 看来殿下 应该知道些什么 半个月 还真是风雨欲来呀 你们都下去准备一下吧 半个月之后 要么未胜死 要么退出京城 是 殿下 外面有人求见 说是殿下相遇之人 这么快就到了 你们先下去吧 让他进来 是 皇兄 好久不见 君弟 好久不见 君弟 你在西部边疆的事情 我这个当皇兄的 可都知道了 全靠同行衬托 一点小战绩而已 不足以吹嘘 也就两天 砍了五万人而已 三天差点攻入西两 你这还不可吹嘘啊 不知群弟 将皇兄 从北方秘密 叫到京城来 所为何事 老三老四 在战场战死 怎么可能 他们身边 可都是有亲位的 最是无情帝王家 这个老孩 可真是好手段 你以为老二那个废物 会有这样的手段 你难道没察觉到 这一切都是魏慎 在背后谋划的 连我们这些皇子 被发配到边疆 也是魏慎 篡改了圣旨 竟是他 魏慎 他一个换官怎么敢的 半个月后 父皇会驾崩 什么 又是魏慎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不阻止 我昨日见过父皇一面 父皇已病入膏肓 深重拒绝 在皇宫里 魏慎已经一手遮天了 谁也不知道 皇宫里面 还有多少人投靠了 我着急把你叫回来 试想 我们两个联手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一旦等老二登基 我们的下场 会比老三老四更惨 你是太子 魏慎为了 巩固老二的皇位 必杀 而我这段时间 让他吃了不少灰 已经暗杀了我好几次了 兄弟 你想怎么做 五皇子果然厉害 独自救下千余女子后 立下必夺回疆土的豪言 果然被他做到了 谁说不是呢 听说开展不到三天时间 就将西凉军杀的 丢黑器甲 五皇子果然是为了 保护千余女子 要不然能让西凉 想着那么久 我有个朋友 现在就在五皇子回想 听他说 当时五皇子一任 追着万人打 怒吼一声 谁敢一任 西凉军啊 愣是没有一个 敢回头的 我让周辉 只是让他美化一下 没想到他 直接给我神化了 现在所有的准备 都做完了 就等蓝星那边的消息 明明是是皇帝 只允许蓝星赐号 实则是卫神 变相地囚禁了皇帝 不让外人见皇帝 就是怕皇帝发现异端 传出去圣旨 所以我能否见到皇帝 至关重要 女伴男装 这不就是四张SSR中的 最后一张 没想到竟然在这儿 能遇到 你是谁 谁让你坐下的 我看公子一人饮酒醉 特意来向公子讨杯酒 你这人怎么如此没礼貌 我与你又不认识 一回生两回熟 公子一人 我也是一人 又恰巧相遇 这难道不是缘分 竟没牵过脸皮这么厚的 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 我看公子闷闷不乐 定时遇到了繁星室 我有酒 公子有故事 不妨说出 我可以成为公子 忠实的听众 你这人说话倒是有趣 没错 我确实遇到了繁星室 不妨我们换个 安静点的地步 公子可以畅速预言 好 我有一个朋友 他不得已要嫁给 一个不喜欢的人 但他又无法反抗 公子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既然不能反抗 那肯定是对方权势滔天 没错 他若不嫁 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 那他有没有倾心之人 我要是你的朋友的话 既然不能反抗 那就从其他的地方报复 怎么报复 我猜你的朋友 定然是容颜如玉 才会让此人 用你的家人朋友来威胁他 既然如此 为何不用同样的办法报复 随便找一个人 把清白之声给他 宁愿给一个陌生人 也不给他 这算不算是最好的报复啊 公子这想法不错 不过 随便找个人 不是便宜了他 既然是报复 只要不是给他 给谁还不是一样 公子说得在理 不过 要找谁呢 多谢公子结货 我 送公子一个礼物 我 送公子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 这也太美了 我能一年不出门 小女子的清白之声 我美吗 美 便宜你这个家伙了 我中文被瞧吻了 这剧情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不是应该我利用身份 威逼利诱的吗 滚他嘛 我送到嘴边了 我吃白不吃 醒了 你 放心吧 本姑娘不会让你负责的 你昨天说的那个朋友 是你自己啊 是又如何 你说出来 没准我能帮你呢 你 你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得了吧 你以为你是谁 还帮我 就算是皇子都帮不了我 你不说 若怎么知道我帮不了你 还是算了吧 你就当本姑娘 逛了一次青楼 走了 他妈的 还真当自己逛青楼啊 白白折腾本皇子 一个晚上 有意思 连皇子都不一定救得了 我倒是要看看 这京城谁有这么大能耐 来人 一住香之内 我要知道沈绪月所有的消息 是 我的 怎么会有如此生猛的女子 差点让我举白旗了 殿下 殿下 你要的消息已经了解清楚了 我可以说说 是什么情况 沈绪月 沈家 沈万冲的长女 沈家在京城做丝绸生意 沈绪月 给郭子武看上 郭子武 是郭氏商会的会长 沈家也是商会的成员之一 郭子武看上沈绪月 用商会来威胁沈家 沈绪月不嫁给他 沈家便会破产 一个商会哪来这么大权力 殿下 我也是打听后才得知 这郭氏商会 掌管的京城 大半的商贩 势力极大 他们能发展得如此迅速 是因为 他是魏慎的义子 怪不得 这些太监真是有意思 自己生不出来 到处收义子印 在咱们皇帝的眼皮子底下 还敢组建如此规模的商会 但魏慎 简直不把皇室放在盐里 殿下还有一事 明日便是郭子武 与沈绪月大婚 明日 明日准备一下 明日抢亲 抢亲 这 我以为殿下调查沈绪月 是为了找郭子武的把柄 从而搬到郭子武 竟然是抢亲 女儿呀女儿 你可要抓挺紧呀 殿下身边的红颜 越来越多了 殿下 要准备人手吗 抢亲 不要人 拿啥抢 郭会长 恭喜啊 红掌柜能来 让我这儿蓬毙生辉啊 郭会长年少有为 能娶到我们大庆 四大美人之一 我等真是羡慕不已啊 周掌柜这话说的就不对 对了 沈绪月能嫁给郭会长 那是她的福气 其余女子想嫁都排不上队啊 对对对 再一下嘴说了 郭会长 快别生气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怎么又会生气呢 诸位都是我 过目的贵客 今日以鸟喝的尽心 新娘到 梁尘吉日已到 有请二位新人上前 等一下 诸位啊 今天 我义父不能到场 请大家多多谢了啊 我相信 我义父今天没来 他的祝福啊 也给我送过来了 国会长的义父 乃是贵人 我等都能理解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等一下 这 你是谁啊 我这个主人都没在 怎么能拜高堂呢 好了 你们现在拜吧 好了 你们现在拜吧 找死 你谁啊 竟然跑到我大婚来到 放肆 本公子日理万机 听闻我家畜生的畜生 大婚 特意前来观礼 你竟敢辱骂我 我看你这婚 是不想办了 你 你怎么在这儿 当然是 你不要命了 赶快走 这个魂球 不会真的喜欢上网了吧 敢跑到这里来捣乱 不要命了吗 走 我既然来了 就没打算走 你们认识 不 不认识 你到底是谁 还不快走 虽然是我家的一条狗 但怎么说 也算得上他半个主人 大婚 我怎么能不带上 继续 你们两个快磕头吧 你找死 你怎么 我作为你的主人 来参加婚礼 你还想杀我不止 完了 不行 他怎么说 也是为了我来的 我要想办法救他 很好 很好 在这京城中 竟然还有人 胆敢破坏我的婚 今天我就让你 死无暂时的 还想要杀我 太好了 你们都听见了啊 是他要杀的 我可没逼他 周辉 告诉他 老子是谁 正在你们的狗眼 看清楚 他乃大庆五皇子 五皇子咱们在这儿 他 五皇子 你是卫慎的义子 而卫慎 则是我们皇家 养的一条烟口 畜生的儿子 难道不是畜生 本皇子说的有错吗 卫慎竟然来不来 我这个当主人的 自然要前来祝贵一下 免得又不长眼的来捣乱婚礼 有我在 你先放心 毕竟打狗还要看主人 但没想到你这条狗竟然不领情 他想要杀我 正辉 刺杀本皇子 该当何罪 回殿下 杀无赦 听见了 你 你胡说 污蔑 污蔑 你就是污蔑 这么多人都听见你说要杀本皇子 本皇子有必要污蔑你吗 本皇子在边疆将西梁军打得溃不成军 西梁军多次想要暗杀本皇子 本皇子怀疑你 你就是西梁安插在大庆的奸细与污蔑王 我不是西梁的奸细 大庆的百姓可不会刺杀本皇子 唯有西梁人对本皇子恨之入骨 刚才你想杀我 还说不是西梁人的奸细 来人 将这谁谁给我抓住 放开我 我义服是卫慎 你想死吗 你的意思是说 卫慎也是西梁安插在大庆的奸细 你是说卫慎也是西梁安插在大庆的奸细 我 我没有 我没说 老子不信 给本皇子带下去 严加拷问 直到问出卫慎 是西梁人的奸细为之 遵命 你不能抓我 清全 你会后悔的 后悔 老子主打就是一个先抓了再说 我说是奸细就是奸细 带走 本皇子怀疑 郭氏商会 乃是西梁奸细的距离 从现在开始 达封郭氏商会有关的一件商品和银两 直到抓住所有西梁奸细为止 你们当中没有西梁的奸细吧 这 殿下 我等都是大庆商人 老是本分做生意 绝不是西梁奸细 殿下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大庆百姓 不是罪 若是让本皇子知道 你们当中有人暗中帮助郭氏商会 哎 明白 这五皇子抓西梁奸细 不过就是个戒 完全就是处着弄服郭氏物 妈 吓死了 没有就算了吧 好 对了 如果有人问起本皇子抓郭子武的原因 郭子武欲行事 带殿下失败 被殿下抓住 我们都要亲眼作见 如此正好 滚吧 怎么 不认识了 怎么 不认识了 没想到你穿上红装 竟如此优人 你 为什么是五皇子 难道我不像吗 你刚才的样子 更像一个不要脸的无赖 为了找借口抓郭子武 简直没有一点五皇子的形象 都说五皇子乃是大庆君神 仁爱 仁爱兼济天下 我刚才可一点都没看出来 刚才没看出来 那天晚上呢 本皇子可是十分地配合你 你 我只因贼 姑娘这话说的 明明是你强睡了本皇子 怎么能把帽子扣到本皇子头上 你你你 你别说了 你说 你昨日是不是早知道我女漫男装 所以才故意接近我的 我只是想陪你喝酒 没曾想过 你居然对本皇子有非分之想 你 你还说 那就说说 我今天救了 你该怎么报他 你想要我怎么报他 我想要 还说不是无耻淫贼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无耻淫贼 换 换个地方 换什么换 这里已经被我的人包围了 没有我的命 谁也紧 让我先换个衣服 这衣服我不喜欢 不行 必须穿 能加公诉 欺人太深 清闲小儿 不仅穿了咱家的衣子 还扣押了整个国师上会 断了咱家的财路 总管公公 要不要派人去杀了 现在杀的 只会引火烧身 大家都知道 郭子武是咱家的义子 现在他给郭子武 安守西凉惊细的身份 一旦刺杀 那大家都会怀疑 是咱家在给郭子武报仇 就这样任由他猖獗 我们做大事 要沉住气 等老皇帝亦死 二皇子登基 那整个大庆 就在咱家的掌控制着 到时候咱家到时候要看 他庆寻拿什么跟咱家的 去派人把国子捂杀 绝不能让庆寻再拿他来要挟咱子 是 银贼 变态 你说我银贼我还能接受 我哪里变态 那 哪有不托 直接从后面撕开的 不是变态是什么 这也不是更方便吗 以后还有很多点子 慢慢适应 你还想要以后 你 你都是本皇子的人了 不跟着我跟谁 想得美 我就算随便找了个人嫁了 也不会嫁给你 那我就只能把郭子吾给放住 你 殿下 何事 兰飞传来消息 请殿下进宫一趟 兰飞 我听说你从父皇那里回来了 我来询问一下父皇的病情 上次庆寻见兰飞 询问父皇病情 兰飞相见 这次本皇子也用这个礼物 兰飞定然已会见 那 我刚刚路过御膳房 特意给你带的绘花糕 兰飞 你在吗 那 那能告知一下父皇的病情吗 我最近 我也认识了一些隐士大夫 说不定 能帮助父皇早日康复呢 这不是皇兄吗 皇兄作为监国 日理万机 不在御书房处理朝廷政务 怎么跑到后宫来了 我做什么与你何可 兰飞都不愿意见你 你怎么还死成烂胆呢 我做事 还轮不到你来执手跨去 倒是你 没事到这里做什么 我当然是来找兰飞的 上次 与兰飞了解父皇病情 相谈甚欢 所以 特意前来再次拜 兰飞 兰飞都不见我 会见你吗 我和二皇兄可不同 我是真心关心父皇的病情 不像二皇子 打着父皇的旗袍 不知道要干事 你 兰飞娘娘 关于父皇的病情 兴许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 今日前来特意拜访 既然五皇子还有想要询问的地方 那便进来吧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给皇帝的毒药 胆子不小啊 当着我这皇子的面调配毒药 你也太不把本皇子放在眼里 我皇子不是不在乎皇帝的死活吗 你错了 他毕竟是我父 要是在一年以前 本皇子发现父皇的情况 定要想方设法阻止你 现在不阻止 是因为本皇子知道 祖兰已经没有用了 这 就是帝王家呢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皇宫里面一共五位皇子 他看重太子 宠爱二皇兄 我们剩下这三兄弟就像 买奢侈品送的一样 从小到大我都没见过他几面 又谈何感情 大庆的死活 跟我没到大关系 那五皇子为何要阻止呢 我是不在乎大庆的死 但是 不代表有人踩在我头上了 我还无动于衷 未胜三番五次的暗算本皇子 我不弄死 难起我心头之恨 原来是这样 你今天叫我过来 是要带我去见皇帝吗 今天晚上 你换上太监服 我带你去见皇帝 那这么早叫我过来 是不是有其他事啊 路南寡女共处一室 还能有什么事呢 我皇子 这里是后宫 你可不要乱来啊 后宫又不是第一次 你这么早叫我过来 你敢说你没有其他想法 我今天叫你过来 是想要试试衣服 你试试 还不错 蛮合身的 合身就好 衣服也是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试试别的 太监与妃子 想想就刺激 没想到南妃比本皇子还会往 你 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有些事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拜见蓝妃娘娘 我要去给陛下喂药 站住 除了蓝心外 其余人不得入内 他可以进去 不行 今天的药需要现熬 我认手不够 耽误陛下的病情 你负责吗 这 好吧 你要做什么快点 不然时间久了 会被发现的 本皇子是很心灵的 陛下 该喝药了 蓝妃 阿是谁 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 怎么 老眼风发 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 你是 庆寻 竟然还知道儿子的名字 谁让你见来的 是你带他见来的 老家伙 你也别为难 是我逼他带我来的 放肆 老家 你敢喊一句 我保证先死的人是你 你这个逆子 逆子 真正的逆子 现在在皇宫中 夜夜升歌 跟他相比 我可不敢称自己是逆子 你临死前 我还专门来见你 怎么说也算半个孝子 你 到底是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想要你手上的兵权以及诏书 放肆 这怎么可能将大庆交给你 老家伙 我可不是来跟你商量 这东西你给也得 不给也得 你这个逆子 逆子 大庆的贤皇只能用监国太子细位 你想都不要想 太子 你不会以为现在的监国是太子吧 现在监国的是你疼爱的二皇子 他与魏慎篡改了诏书 二皇子成为了监国 而我们这些皇子被派遣到边疆 前不久 老三和老四也已经战死了 太子也被篡改的诏书派去了北方 我要不是运气好 我也死 不可能 朕明明让太子见过 怎么可能是境界 陛下五皇子 所言是真 你的圣旨 早就被魏慎改了 魏慎 好一个魏慎 魏慎要刺死他 把他叫过来 翘子 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整个寝宫已经被魏慎给牢牢控制住 别说人了 现在连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 你的命令传不出去 即便传出去了 也会到魏慎手上 朕挡了一辈子明军 最后金丹栽在燕神手上 你想要什么 兵权 还有传魏的诏书 不可能 和你和魏慎一样 攒给赵叔怎么办 你还有选择吗 现在是我给你机会 你若是不愿意 我现在就带人离开京城 现在我手上有十五万大军 我带着十五万大军 直接离开大庆 找个地方到小皇帝 而你的大庆 最终会落到一个宦官手上 你死后 敢去见大庆的列祖列宗吗 你 不孝子 你这不孝子 三 二 一 等等 朕 朕大赢了 早大赢不就得了 非得要搞这一次 整得我跟腻子一样 请你 善待大庆 若大庆在你手中灭亡 朕做鬼 都不会发过你 历朝历代 皇帝都有处主 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传国玉玺 除此之外便是玉帝 唯有传位诏书才能是 没有变故的情况下 只能使用一次 清国是不会亡的 连皇帝都敢威胁 这世上还有他不敢干的事情 按照卫慎的计划 老皇帝应该还有一周的时间对吧 恐怕到不了一周吧 被五皇子这么一气 应该也就一两天 我搞你诽谤啊 我可没有气 不过是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他 谁啊 殿下 出事了 莫想让我来通知殿下 速速回府 殿下怎么还不回来 周将军莫急 殿下收到消息 一定会赶回来 莫大人 你说殿下回来 会不会砍我的头啊 什么事情会砍你的头啊 发生什么事了 殿下 属下看管不言 郭子武死了 死了 怎么死了 殿下 周将军将郭子武 摇入牢中之后 郭子武嘴很硬 一直不肯承认 自己是稀凉奸行 周将军因为 还有忙其他的事情 等回来之后发现 郭子武死在了狱中 有意思 请殿下惩罚 殿下 我猜测是 未甚所为 不用猜测 必然是 这老狗啊 被我勒索得有些怕了 所以找人杀了郭子武 算了 死了就死了吧 至少 国事商会 已经是我的了 你们先下去吧 谢殿下 谢殿下 你也都听到了 君帝 看来勒索了 未甚不少东西 这本来就是 我们亲家的 什么叫勒索 只不过是 拿回自家的东西 君帝 你叫我打听的事情 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 这个禁军中 确实有未甚的人 副统领孙彪 是未甚的义子 统领杜子林 此人可惜 这应该是 未甚的后手之一 我现在有诏书 一旦公布 未甚这老狗 必然会狗急跳墙 看来 要先解决孙彪 时不我待 明天 去禁军 兄弟 希望 你以后是个明君 负责 杜子林 拜见五皇子 杜同梁 无须多礼 不知殿下 找我有何事 杜子林 你可知罪 殿下 你虽为五皇子 话也不能乱说 我军乃是守卫皇宫的禁军 从未出过差错 何罪之忧 你是守卫 大庆皇宫 还是未甚的皇宫 当然 是大庆的皇宫 禁军 只听命于陛下 你口口声声说 守卫大庆的 本殿下问 为何未甚的人 在禁军里 不可能 你自己好好看看 孙标竟然是未甚的义子 这怎么可能 还敢说没有 我已经拿到了陛下的传位诏书 一旦父皇驾峰 未甚定会协助庆祭登基 一旦我拿出诏书 孙标会立刻带人杀进皇宫 你还敢说 你守护的是大庆皇宫 殿下 我现在就去杀了孙标 愚蠢 你现在杀了 就等于告诉未甚计划失败 他定会准备其他后手 难道就放任他 现在并非是杀他的最好时机 我要你在陛下驾崩后 新皇登基之日杀 你能做到 殿下 恕我难以遵命 禁军只听命于陛下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皇令 现在能做到 肚子淋零命 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好 有了他禁军也能控制 未甚 看你还能翻出什么风浪 现在我手上有诏书 禁军 几方大军中即使有未甚的人 你不用担心 离京太远 想吃远都难 殿下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 晃晃晃晃晃的成何体 殿下 皇帝 欲今日凌晨 驾崩了 这么快 你还真是被我气死的吗 周辉在哪 周大将军现在 正在盯着 各大军营的动向 刚才前方传来消息 各大军营现在 没有异常 也就是可以肯定 费身的后手 就是禁军 若是禁军的话 就难办了 你拿这颗令牌 去找周辉 然后去禁军营 掌控禁军 掌控禁军 这是 当今皇令 先皇竟然连这东西 都给殿下了 相信也对 赵书的给呢 也不差一个皇令了 去吧 好戏终于开场 如果我没猜错 皇帝一驾崩 卫生会立马 让庆祭开登基大礼 以免夜长梦读 但是 这登基大礼 不是你庆祭 来人 把我的龙袍取出来 殿下 陛下驾崩 国不可一日无主 依老奴侃 殿下明日便可登基 待登基后 再送陛下 入皇陵场面 为什么这么近 殿下忘了 五皇子可在京城 一旦多久了 恐对殿下不利 老师你说的没错 庆祭墓中无人 连我这皇兄 都不放在京 到时候 肯定会来倒露 殿下倒也不用担心 先皇先世前 一直在我们的监视 驾崩前 也没有留下什么诏识 殿下作为监国 理应继承大头 好 那就明日登基 朱爱卿 想必都已知晓 我父皇昨日 凌晨在井宫中驾崩 实乃我大庆之商 父皇在位三十余子 为国为民 劳心劳碌 最终 完结缠身 归纪念 父皇的功绩 本皇子决定 七日之后 为父皇举行国殇 将父皇送入皇陵沉眠 臣等 恭送陛下 陛下圣旨 诸位听旨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朕西夏五位皇子 皆有大才 二皇子治国之能 更是让朕欣慰 由于再三 决定设下考验 太子北伐 二皇子监国 若太子完成考验 即可继承正统 若未完成 则由二皇子庆祭 继承大统 钦死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是陛下一年前下的圣旨 现在太子依旧在北方 按照陛下定下的规矩 理应由二皇子来继承大统 各位 可有意义 既然如此 咱家不多说了 登基大典正式开始 董医生 请徐 果然还是来了 新皇登基 怎么能缺少得了 我这个皇子呢 请徐 你敢在朕的登基大典上 捣乱 没错 今日乃二皇子登基大典 难道五皇子 想要破坏不成 新帝登基 往大了说是庆国大事 皇小了说是我皇家家事 我身为大庆五皇子 难道没有资格参加登基大典 还是说 你们这些人姓有鬼 五皇子 二皇子不是这个意思 还请五皇子见面 这庆旬好难用 一句话差点让庆既说错话 还好咱家怪你快 庆旬三封 自个人做的 董登基 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既然五皇子到了 那么二皇子的登基大典 我不同意 性计庸才一个 何德何能成为大庆新皇 大惨 五皇子 即便你是皇子 也不能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捣乱登基大典 阻碍新皇登基 可是以谋逆之罪处逗 即便你是皇子 也不例外 历代新皇登基都需要 先皇的传位诏书 庆既想要成为新皇 可有诏书啊 先皇驾崩突然 并未留下照 可早在一年前 先皇得知身体不适时 已经下了圣体 有二皇子天国 先皇驾崩 理应有二皇子登基 也就是说 你们没有诏书了 你们没 老子有 先皇遗诏 所有人给老子跪下 怎么 你们都要站着停止吗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朕已自知 时日无多 得知庆纪 与魏慎 霍乱朝政 特写下诏书 皇位太子 庆珍为 大庆新皇 封庆巡 为镇国王 执掌三军 光扶大庆江山社稷 特赐 镇国王 庆巡特权 可上斩昏军 下斩乱臣 目告天下 闲使文志 滚下来吧 那个位置 你坐不了了 不 不可能 假的 绝对是假的 庆巡 好大的胆子 竟敢伪造遗诏 先帝寝宫 层层把守 你那遗诏 是从何处得来的 魏慎 你忘了还有一人 能带本王去见父皇 还又是 没 没错 这圣旨 就是前几日 交给本王的 就算有诏书 又如何 陛下让太子登基 而太子依旧在北方 生死不知 太子来不了 顺位下 依旧是二皇子登基 没错 我依然可以登基 这 就是天命 谁说 太子还在北方 皇兄 看了这么久的戏了 出来吧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在京城 受寻帝相邀 我已正在京城半月之间 先帝遗诏 请 太子登基 寻帝 这皇位 你可以做的 还是太子登基吧 你 可想好了 这是先帝遗诏 难道要让我 当着众人的面 修改遗诏吗 这可是谋逆之罪 还是太子登基吧 好 不 我才是大清的皇帝 我才是 没想到 没想到 今儿会出了 如此多的变数 不过庆寻庆真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 咱家准备了这么久 难道 你们真以为 咱家没有留后手吗 来人 来人 孙标何在 你喊了 整个皇宫 都已经被禁军控制了 你的人 冲不进来了 我行 卫衬 你没有想到 也有惊天吗 殿下 事已半妥 金卫军已将皇宫控制 汉贼孙标 已被杜子林所杀 做得不错 孙标死了 不 不可能 咱俩不可 不 咱俩不可能 败呀 咱俩不能败呀 卫衬 姓纪 篡改圣旨 孤独先帝 谋杀皇子 义服谋反 你二人可知罪 不 我没有 我没有 都是他 都是他 教授本皇子做的 周辉 把二人拿下 臣 领命 庆幸 让他们待下去 择日处置 快 不 不 你们不能杀我 我是大清的二皇子 你们不能杀我 你们不能杀我 先皇遗诏 请派此登基 臣拜见陛下 臣拜见陛下 拜见陛下 众爱卿平身 臣等遵旨 臣遵旨 朕遵从先帝遗诏 即日起 成为大庆新皇 魏慎与庆祭 破乱朝政 导致不少中粮 寒冤入狱 即日起 将所有人释放 凡是与魏慎攻击者 即刻压入大牢 择日候审 臣等遵旨 莫行 你祝镇国王 赶出卫生有功 官赴原职 赏黄金千两 谢陛下隆恩 恭喜莫向官赴原职啊 王爷 先帝的遗诏 你改了吧 为何要纠结这个问题 臣只是想不通 这皇位唾手可得 王爷为何要放弃啊 当皇帝有什么好 每天朝九晚六 一个社畜意 当王爷多自 行掌天下拳 罪卧美人兮 王爷真是豁达呀 走了 回本王的天水城了 对了 把兰飞 给本王送过来